中秋奇妙游 何大卫 中秋奇妙游一如既往的火了 這一次驚艷的不只是網友 想比較之前的節目 這次中秋奇妙游 何大卫首次邀請了明星 一個小時的節目中 只出現了周深一位實力派歌星 何大卫中秋晚會為什麼會選周深 製作組給出了三點解釋 果然符合他 那麼何大卫為何會和周深達成合作 大概有以下三點原因 當然 最直白的原因是中國傳統節日系列火了 何大卫有錢了 從節目廣告就可以看出來 有錢了自然就請得起明星 據說 導演組有三點要求 第一 要實現和節目組的共創 第二 是藝人要有一定的藝術水平和造詣 第三 好口碑 社會認知度 且對喜愛傳統文化並有著一定認知 真正能滿足這三點的明星其實並不多 尤其是大家想到 如今的何大卫都會掛上國鋒標籤 那麼符合國鋒的歌手也沒幾個 又同時滿足何大卫要求的 就少之又少 選擇周深按照導演組的說法 周深實現了與節目組的共創 這點其他明星很少能做到 周深也憑著好口碑和強大的實力成為各家晚會的常客 有實力 好口碑對傳統文化又有自己的理解 周深也就成了合適的人選 這次在《何大卫中秋奇妙遊》上面演唱的《若思念便思念》 周深便參與了共創 貼合節目首發演唱 靈感來源按照周深說 是因為他媽媽說想他了 內心很觸動 從結果來看 紅了 直擊人心 這首歌非常的有文化氣韻 整體的大背景是客家人南籤 歌曲中的字詞如聽到了《燕歸南》 應該是曲子漢代劉徹 秋風祠 秋風起夕白雲飛 草木黃洛西 燕南歸 北望有催煙 應該是曲子宋代劉克莊 疫情而眉泄了 這和西面邊聲俏 為河北去催煙少 如此這種帶著濃厚文化氛圍的人與物 只要去仔細解讀便可以拎出來一大串文化底蘊 周深若思念便思念舞臺 絕了